观众新闻党站部分 这位消息看到在今天下午5点多 台中市北屯区的敦富路上 有范贤因为酒驾拒绝盘查 甚至冲撞远警的警用机车逆向逃逸 远警因此朝向着范贤的车辆K枪 现场还有民众协助围堵 所以最后也顺利将人制服 而根据募集的民众表示 现场至少是开了11枪 索性是没有人受伤 而这位范贤经过酒册之后 酒册只是严重的超标 警方也将人义工 共危险跟妨害公务罪移送法办